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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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遺產是一個城市的特質 所以其實每一個政府 都很重視他們 怎樣去保存他們的文化遺產 今年適逢 維奕順分著文物信託 成立二十週年 我知道信託會 會安排一連串的慶祝活動 我在這裡很期望 全港市民能夠參與這些活動 多了解香港的文化遺產 多點去參觀 香港保育了下來的歷史建築 也多點認識 維奕順分著文物信託的工作 在往後的日子 就要多點支持 這個文物信託的工作 維奕順分著文物信託 是在一九九二年 十二月成立的 法庭基金 信託的宗旨是透過 支助一些社區 和個別人士的活動 來保存和保育 香港的文物 受託人委員會的主要職能 是管理基金的投資 確保基金有足夠的資源 來推行各項活動 我們會就著信託的工作方針 來提供意見 落實信託的宗旨 委員會現時有十二個委員 來自不同的界別 我們的目標是一致 是齊心推動信託的工作 今年是信託成立二十週年 我們特別籌備了一連串的文物活動 希望藉此加深公眾對信託的認識 我們鼓勵社會各界攜手同心 為保存和保護香港的文物 作出貢獻 為逆信訓著文物信託 多年來有賴各界熱心捐款支持 我在此衷心呼籲大家 享應信託籌款活動 為保育香港文物作出貢獻 我們理事會一共有十位成員 他們分別來自學界、文化界、商界 以及金融界 也有政府有關部門的代表 包括建築署、教育局 以及民政事務局的有關專家代表 他們在文物保育方面 提供他們的專業意見 我們理事會每年都會就文物保育 收到很多撥款的申請 我們會按項目的重要性、普及性、迫切性 來作出這些專業評估 當然我們都會參照政府和專業人士有關的意見 我們最大的困難就是每年都收到很多的申請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照顧盈規的一個這樣的機構 主要是靠社會人士的資助 我們也要量入為出 變成我們能夠資助的項目始終有限 我非常希望社會各界能夠繼續支持我們文物保育 能夠讓我們做更多的保育項目 可以為香港的文化傳承做更大的貢獻 多謝大家 在D5折郵聰的項目每年都是我跟爸爸和爺 首先是請後忙爺 還有申請廟、關大廟、吳聖廟 這樣接了四個臣 然後才做到一個郵聰的項目 都很幸運地這個項目都被列入中國國家級的項目裡面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大澳的光榮 亦都是香港的光榮 早十多年前我們的龍舟到現在已經爛了 幸好這個可以信奉文化信託 資助我們做了三個新的龍舟、三個新的神艇 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在這幾年間我們這個大澳郵聰活動 我們幾位都付出很多了 希望全港市民多點回來帶我參觀這個龍舟活動 我們每一盤D5折都是做一個郵聰的活動 其實在公營二千年之後 我們發現香港人居民之間 除了六七十歲以上的人士之外 大部分人居民之間已經不熟悉他們祖宗的語言 甚至聽都不懂得聽 有見及此我們就在2008年成立了 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 一方面先記錄和推廣這些語言 讓香港市民大眾知道這些方言的存在 我們第一個計劃是網上的發音字典 網上發音字典的內容就是 把廣州話、客家話和圍頭話的發音 可以在網上查閱 我們把八千多個漢字的發音上網 上網的人通過廣州話、客家話和圍頭話的 拼音按下去就可以聽到這個字的發音 我們就用第二個計劃訪問了一些 仍然熟悉這些詞彙的人士 將他們記錄下 以及用拼音拼了之後 將這些記錄放在網上 只要網民就將這些詞彙的拼音 就有真人的發聲 就可以讓網民知道 我們這些原居民語言 對一些日常詞彙怎麼說 有更深有認識 其實在香港有很多的保育團體 他們都是自發的 他們缺乏了財政和資源上的幫助 而慰逆分鞘文物信託 就在財政上和資源上幫助他們很多 使得香港的文化、保育的工作 能夠順利去推行 我們前後出了兩本書 一本叫吉祥圖案 吉祥圖案就是以我們現在 香港的中式建築裡見到的圖案 譬如圖素、灰雕、木刻等等 通過圖案就可以知道 我們中國文化的一些傳統 譬如習俗、信仰等等的地方 另一本就是最近出的一本 我們叫做《圖式香港中式建築》 這本書的內容主要從建築裡說 將一些存在在香港的傳統建築 例如圍村、書室、祠堂、住宅等等 廟宇等等的東西 通過圖片介紹給大家聽 知道這裡的結構 意義、目的就是想告訴別人 建築裡的結構、事件、解釋 通常我們帶人來參觀 就會覺得這間舊屋 沒什麼好看、沒什麼價值 第二方面就是 當我們在戶外進行搜集的時候 有些當地人士會有些疑問 我們都會告訴他們 我們會得到信仿著文人信託的支持 通常都是很大的方便 這也是很重要的助力來源 其實一般保羅大眾 對我們的中式文物建築不太熟悉 所以我們現在的計劃推行 希望能夠通過我們這個簡介介紹 令文物的形式加深 進而懂得這些文物的可貴 就會懂得如何珍惜和加以保養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之一 我們除了進行棄棚粵劇的觀賞之外 也開發棄棚粵劇周邊的文化活動 進行組織相關的教學內容 推介到正規教育的課程裏面 將棄棚粵劇周邊的文化空間 成為一個學習空間之後 學生是跳出課室和他們的學校 是在體現到這個空間裏面 提供的相關的學習活動 來去從事教育 《蜜逆信分著文物信託》 這個資助就是鼓勵我們的正規教育 在學校以外來去從事相關的文化活動 在正規教育裏面配合相關的語文科 通識科 其他學習經驗 或者相關的課堂的結合 《棄棚粵劇》其實在近幾年來 由於相關的團體和資源的關係 其實是越來越少的 我希望通過這個項目 能夠使得社會人士關注 以及能夠使得這個空間 繼續傳承下去 其實這個計劃是將我多年來 走訪了港有新界 一些舊式照相館收集回來的故事 而這本書的最終目的 我希望透過這本書 可以將這些香港的故事 可以說出來 尤其我希望下一代能夠看到這本書之後 讓他們明白原來上一代他們父母 爺爺爺爺爺爺都曾經去過這些地方 拍過全家福 甚至他們可能也曾經去拍過 其實今時今日這個行業 是非常艱苦經營的 以我看法 現在真的不會多過五間 這種舊式照相館 你怎麼說 其實進行的過程裡 都遇到很多困難 例如怎樣去搜查這些舊的相片 都是一個挺重要的過程 另一方面 其實找到回來的相片 有時都是一些殘破不存的相片 如果不是太爛的時候 我都會做一些修補 另一方面 其實就是怎樣去鑑定 相片的地方 以及人物是什麼人 其實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那些人我是不相識 也都是年代久遠 所以唯一方法 就是用我自己 對這些過往的知識 去判斷相片的一些故事 以及後面的一些場景 希望務求 可以把相片的背後 一些不同的美學 還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可以說出來 看回香港歷史 香港人在表達他們的喜怒 哀樂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比較少 通過一些精緻的藝術創作 去講他們的生活 反而很多時候 會通過一些商業媒體 大眾的流行文化 去記錄他們的時跡 那黃占先生 其實就是在這個 流行文化創作裡面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人物 那我們這個計劃 就希望可以通過整理 和研究黃占先生的一些創作 和經歷 去了解整個流行文化 在香港發展的歷程 其實占叔在香港流行文化 創作歷程很長 他一九五幾年 已經拿著口琴入行 幫很多歌聲 伴奏 幫很多電影配樂 直至到二千年 依然還有作品面世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橫跨了香港流行文化 幾十年創作歷程的一個中堅分子 在這裡 慰奕信分著文物信託 對我們的支持就相當之大 他首先給了一筆資金我們 可以去開展這些工作 並且在我們那個搜集 整理和研究的過程 和我們作出行常的聯絡 看看我們進展的狀態如何 以及會不斷計劃 將來這一堆這麼重要的文物 如何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展出 上海商業銀行 早於一九九八年 發行香港文物信用卡 是全港首張以保護香港文物 為主題的信用卡 我們將其他人簽證的部分數額 撥冠韋奕信分著文物信託 以支持他們的工作 在往後的日子 我們會繼續支持信託 也希望大家多認識他們的工作 市民也可以透過香港文物信用卡 響應信託 為文物保育作出貢獻 它是非常有意義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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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0年代 我會說 我個人很羨慕 為我的名字 與其他工作 做 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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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gün 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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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前面的工作中 感谢他们的重点 全的工作他们都做了 希望他们会继续 继续 成长的20年 保持续的支持 让他们的支持 但没支持他们可能会做的工作 但我希望他们继续的支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